记者黄书丽、郑旭凯云林报道 立委苏志芬昨天早上针对民进党籍云林卖聊乡长许忠复在登记截止前放弃连任 为他的歧义在脸书poo文道歉 晚上回到北港办理人生的下一站说明会 会中宣布自己不再参选下届立委 将支持许忠复争取党内提名 苏志芬昨晚上在北港老家办人生的下一站说明会 现场有数十位支持者参加 许忠复也到场参加 据指出 苏志芬在会中指出 当年他要继续选立委或县长 也曾陷于两难 许多支持者要他先选立委 再逮直选县长 但他听母亲的建议直接选县长 他鼓励许忠复想选立委 就要有决心 许忠复直接放弃乡长连任 他期许这样的做法 能为民进党树立典范 下届他不再选立委 将支持许忠复争取党内提名 也希望乡亲用支持他的心来支持许忠复 一位资深民进党员对苏志芬的做法不以为然表示 他说谁做就算吗 海线立委党内同志有多人布局多年 不应这样思想授受 我们不应该订阅 这部分都要睡觉 如果我们如果有衣服